今時財經 點時成精 大家好 我是曾靜一 來看今天的重點財經新聞 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說 美國的芯片法案有些條件 他們實在無法接受 而日本這個時候看齊美國 在7月份將會限制半導體設備 白宮官員坎貝爾說 拜登已經準備好 再次舉行中美元首通話 在中國駐歐使團大使傅聰就說 歐盟應該要堅持戰略自主 匯豐行政總裁齊耀寧表示 巨量的SVB存款涌到匯豐的 美國 英國和香港的戶口 港股在這個星期大幅度上漲 就受惠於科技股 如果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企業 台積電的秘密被美國掏空了 台積電會怎麼辦 台灣該怎麼辦 台海局勢又會如何變化 美國芯片補助法案 在3月31號開始申請 讓企業可以去申請補助 但是當中的要求非常的嚴格 最新的要求是要分享很多的 營業秘密在裡面 對此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 第一次表態說 很多的條件是沒有辦法接手的 而台灣業界批評美國的做法 叫做假狼告告 就是太過分了 美國商務部在星期一已經表示 根據芯片法案 尋求美國撥款的半導體企業 將被要求提交 對他們新的芯片製造廠收入 和利潤的詳細預測 來幫助評估企業的申請 對此 劉德英第一次 對美國的芯片法案表態說 有些條件 台積電沒有辦法接受 美國的芯片法案補助細節 早前已經要求 企業必須要分享超額利潤 並且分擔當地建廠工人 和員工托兒費用之外 新增還提出了 新設廠區的營收 獲利詳細預測 月產能 產品單價 跟每年預期價格漲跌等 營業秘密資訊 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 30號出席活動的時候說 有些條件沒有辦法接受 還需要跟美國政府討論 劉德英30號 是以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 理事長身份 出席TSIA會員大會之後 說了一項的話 他並沒有透露說 對美方的哪一些條件 沒有辦法接受 只說會直接跟美國談 美國芯片法案 將提供530億美元的資金 分給那些有益申請的企業 但是美方 對有益申請補貼的業者 要求很多 尤其要揭露營業秘密 最讓人驚訝 台灣的業界 以吃人夠夠 加人夠夠來形容 韓國兩大半導體巨擘 三星 SK海力士 之前已經表態 說太過分了 台積電昨天也打破沉默表態 其實台灣跟美國之間 如果說台灣的企業 到美國設債 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台美雙重瞌睡 美國財長耶倫說 這是一個大的問題 會跟國務院一同看看 能不能夠找到解決的方法 29號耶倫 在國會聽證會上 做了以上的表態 我們看到 美國的新的補貼法案 是在3月31號開始 讓企業去申請 而就在3月31號這一天 日本也公布了 從7月份開始 會對23個品類的 半導體設備限制出口 這個做法也是看齊美國 當然對中國可能也會有影響 日間新聞說 美國正在對用於超級計算機 和人工智能的先進半導體製造設備 嚴格限制對中國出口 日本對美國在看齊 說在決定各國工業競爭力 和安全的半導體領域 全球的分裂正在加深 日本經濟產業省在星期五表示 將對用在芯片製造的 六大類設備實施出口管制 包括清洗、沉積、光刻、史刻等等 將要求設備製造商 為所有地區的出口取得許可 經濟產業省強調 實施出口管制措施 是要阻止先進技術被用在軍事目的 並且履行作為一個技術國家的責任 為國際和平與穩定做出貢獻 出口管制措施 3月31號會募集公眾的信息和意見 5月份公布修正案 7月份生效 預計包括了 尼康、東京電子等 十幾家日本設備製造企業會受到影響 這兩天 華爾街日本已經探討了 美國的芯片法案使得芯片製造商 在中美之間的抉擇越來越艱難 因為根據這個法案要求 如果說尋求美國聯邦補貼的半導體公司 必須要做出個抉擇 所以半導體公司一方面就是 你是要接受華盛頓方面幫助補有補貼 在美國擴張 又或者是保留在中國擴張的能力 於是很多的律師事務所就分析說 現在企業開始在三思 是不是要接受美國的芯片法案當中的補助 今天中國外交部也對於日本的做法提出了批評說 全球芯片產業鏈供應鏈的形成和發展 是市場規律和企業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 將經貿和科技問題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人為破壞全球供應鏈的穩定 這種行為只會損人害己 我們來看一下 那就是做出所謂的要跟美國或者是跟中國市場 這樣一個抉擇的其實不只是一些芯片企業 現在還有歐盟的這個企業和國家 我們就來看一下最近這段時間 有不少的歐盟領導人到中國來訪問 當中包括立場強硬的歐盟委員會主席封布萊恩 但是他在到訪之前還是說了一些強硬的話 表態一下 之前德國總理舒爾茲已經到訪中國了 而德國商報就說 外交部長貝爾伯克可能會在4月中旬到訪中國 除了俄烏戰爭的問題之外 德國正在研究的中國戰略可能成為 貝爾伯克此行的焦點 貝爾伯克對中國的立場一直是強硬的 同樣對中國立場強硬的還有歐盟委員會主席 封德蘭下個星期會到訪中國 他在星期四就談到了不希望跟中國脫鉤 但他也說中國跟俄羅斯的互動決定著未來的中歐關係 而中國駐歐盟使團團長傅聰就說 歐洲有關國家在美國施壓下 對於向中國出口半導體設備設施限制 違背市場經濟原則 違背自由貿易的立國之本 歐盟應該堅持戰略自主 發展歐美關係不應該以損害中歐關係為代價 福從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的時候說 歐盟近年來出台系列貿易政策工具保護主義上升 中歐關係受到影響問題不在中方 談到烏克蘭維基 福從說中國始終站在和平一方 大多數國家的這一邊 中方立場歸根結底就是勸和促談 當務之急是停火指戰挽救生命 中歐關係不結盟不對抗 不針對第三方不是軍事同盟 中歐關係不受制於第三方 這同樣適用於中歐關係 至於中美關係未來是怎麼樣的呢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在除席博奧亞洲論壇的時候 擔心中美關係再惡化 他談到了亞洲國家 應該建立一個緊密跟互相交織的關係網 而不是建立中心輻射的模式 說除了可加強跟中國關係之外 歐洲各國也需要深化彼此的合作 同時保持開放 跟歐美各國加強聯繫 進而變得更強大和更具任性 不過他擔心中美關係可能會再次惡化 談到中美關係 我們就來關注一下 美國在2月份的時候 升級了氣球事件 使得中美關係受損 但是美國這段時間 積極並且低調地希望能夠促進 中美元首能夠有機會通話 那麼最新說法是來自於白宮的 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 坎貝爾30號在華盛頓表示 美國總統拜登希望並且已經準備好 再次進行中美元首通話 坎貝爾也說 自從拜登上任以來 試圖為中美關係建立護欄的努力 並沒有取得成功 中美關係進入到一個 以和平競爭為主導的新階段 坎貝爾30號在出席 新美國安全中心舉辦的 爐邊對話上再次表示 美國總統拜登希望並且準備好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再次通話 但坎貝爾稱 拜登政府試圖在中美關係中 建立護欄和基礎的努力尚未成功 坎貝爾認為 中美關係目前剛進入到一個 以和平競爭為主的新階段 同時他承認美國過去 總是高估自己的能力 現在美國更願意接受中國 而非改變中國 我們在很多方面 承認中國所存在的 我認為 經常在過去 我們花了一大量的時間 考慮我們的政策 會影響中國的力量 我認為我們常常 checking forward 我們要求 中國行動 和大臣 或者其他分別人 行動 我認為 我們現在 最重要是 要由幾乎 操作 fabrics 和 與 你 想 所想 我們的 保持和平均 我們所努力的指示 是我們相信 我們在早期期間 有新的關係 與華盛頓和北京 在臺灣問題上 坎貝爾稱 美國政策的核心 就是維持兩岸現狀 我們最重要的項目 是保持平均和平均 我們相信 坎貝爾認為印太地區 已經成為了全球最受關注 並且最具戰略意義的地區 他認為俄乌衝突 並沒有分散 美國對印太地區的投入 反而與印太盟友密切協調合作 應對共同挑戰 鳳凰衛視王兵如 王天意 華盛頓報導 坎貝爾表示 未來幾個月將決定 美國能不能跟北京 恢復建設性 以及可預測的外交關係 在臺灣問題上 坎貝爾說 美方政策的核心 是維持兩岸現狀 但其實維持兩岸現狀 在現在是遠遠不足夠的 兩岸是一家人 需要更多的交流 公投 共創雙贏 來看一下 馬英九一行人 在今這個星期一的下午 抵達大陸 展開12天的訪問行程 在星期四 國台辦主任 宋濤會晤馬英九 宋濤說 一家人不能分開 宋濤也轉達了 習主席對馬英九的問候 並且讚揚 馬英九對兩岸關係的貢獻 我們有共同的血緣 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歷史 共同的願景 這些共同連接 構建了我們兩岸同胞的 精神家園和文化分數 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盛中追遠 敬主愛鄉 兩岸中國人不管走得多遠 我們都始終不忘相處 盼得葉落歸根 不論分離多久 我們都中將團圓携手打聽 我們是一家人 誰也不能把我們分開 馬英九感謝宋濤主任 轉達習近平先生的問候 也請宋濤轉達對習近平的問候 馬英九在跟宋濤會面的時候說 要盡一切可能避免衝突 他對近年來雙方交流中斷感到遺憾 雙方都提到要堅持九二共識 推動兩岸和平 馬英九預計在4月1號 到湖南湘潭的白石鎮祭組 那麼我們看到這個消息呢 是繼續在他的行程當中推進的 而今天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外辦主任王毅 31號在北京 歡迎來華訪問的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歐倫斯 王毅說 當前中美關係面臨很多困難挑戰 歡迎更多組織 發揮積極建設性作用 推動中美關係回歸 健康穩定發展 下期回來觀 祝親愛的消息 我們到時候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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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發展 在這裡 是指紋 雙花 例子 在州 吳路 欢迎回到京时财经 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动能 三月份的PMI三大指数 连续三个月未在扩张区间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 三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51.9% 虽然低于上个月0.7个百分点 但是景气水平 还是近两年来的第二高点 而非制造业PMI58.2 比上个月上升1.9个百分点 是近年来的高点 综合PMI产出指数57 高于上个月0.6个百分点 三大指数连续三个月未在扩张区间 中国经济发展还在企稳回升之中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高级统计师赵庆贺说 数字显示不错 但是也要看到企业发展过程当中 仍然面临市场需求不足 资金紧张跟运营成本高等突出问题 中国经济回升基础 有待进一步巩固 中国经济表现好不好 银行的业绩其实最能够看得出来 马上来看一下 在最近业绩报告当中 中国的六大国有银行表现究竟如何 3月30号这一天 工行 农行 中行 建行 交行 有纯银行 六家国有大行 2022年的年报都出来了 从经营基本面看起来 去年六大行归属股东的净利润 实现同比正增长 合计净赚1.35万亿元 从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质量看起来 他们充分发挥了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 金融压仓实作用 在中营方面 售货仪市场率率上升 中营香港去年纯利270.5亿元 按年增加17.8% 集团宣布派末期股息0.9亿元 按年增长33.2% 连同中期股息 全年每一股股息1.357元 年增20.1% 而建设银行去年多赚7.06% 达到了3238.61亿元人民币 主要受惠于其内贷款增长强劲 从而抵消了净利差受压的影响 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金良 在发布会上用非常不容易来总结过去一年 认为建行很好地平衡了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 成绩来之不易 2023年 我觉得银行业面临的经济发展经营环境总体向好 新一届政府提出要打好宏观政策 扩大需求 改革创新 防范化解风险 这么四套组合权 为银行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在业绩发布会上 媒体关注到美欧问题银行对金行的影响 金行说他们并不涉及这些问题银行的风险敞口 但会汲取海外同业危机的经验 积极优化风险管理能力 尤其是要深刻汲取欧美银行近期危机事件的教训 进一步优化我们的风险治理体系 确保经得起经济周期和市场波动的考验 做好国家金融稳定的压仓史 持续做好把好新增入口存量管控 以及不良处置这么三道闸口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坚决守住一张干净健康的资产负债表 中国强调的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有关中国银行业金融业的最新消息 马上联系的是徐然摩根斯坦利 中国首席金融分析师 徐然你好 邓老师你好 我们看到中国银行业 一些上市公司的银行 他们已经开始发布业绩了 纷纷发布 大家很关注的就是 美国或者是欧洲银行业的危机 对中国银行业的启示究竟是什么 你的观察呢 非常感谢 我的观察是这样 其实金融服务它的隐性成本是不少的 而且很多这种隐性成本呢 还有很强的滞后性 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这些隐性成本呢 它还有很强的传染性 可能造成一些系统性的问题 对金融行业以及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 所以呢 在很多这个刺激的政策过程中呢 我们也要持续的关注 它一些隐性成本和传导的一些风险 那这个其实在中国呢 过去的一些这个刺激过程中呢 也有一些教训客群 其实这段时间呢 中国在这个隐性的问题方面 其实都是慢慢慢慢的在化解风险了 那么除了这样方面 就是说过程当中 还是关注到银行业本身的坏账 或者是它本身的隐性的一些风险 究竟有多大 压力有多大 你怎么看中国银行业的健康情况呢 我感觉总体来说呢 这个中国金融院的风险呢 还是非常可控的 这也得益于 其实从2016年以来 持续的一些风险化解 以及对领子银行等 这个金融清理的成果 刚才也说到 有一些这个原来的经验教训 其实在之前呢 也有很多所谓的大水漫灌的情况 那么在2016年之后呢 持续的有一个对公司改革 以及推动银行对风险的消化 所以这两年呢 中国银行业也消化了 十几万亿的一个不良 同时呢 把这个颖子银行 以及其他的这个金融风险呢 有大幅的降低 在这基础之上呢 还建立了比较全面的一个 风险管控和应急的机制 比如像一些这种债委会 以及对程商行 一些小银行的一些风险处理 但是呢 这个也不是 我个人感觉 也不是完全没有担心的地方 那么第一呢 就是最近的这个 息差大幅下降 那这个呢 可能也会影响到银行 对未来周期的一些风险的 化解的能力 第二呢 就是最近程商行的一些 风险呢 也是还是值得关注 那么因为过去几年呢 他们的息差也大幅下降 他们的一些存量的风险 还没有得到消化 所以也是有一些 值得关注的点 今年呢 银行业 作为一个重要的金融机构 服务实体经济 任务还是很重的 您怎么看 像是建行 这些大型的银行 他们在服务国家 发展战略的时候 得一些责任 或者是将来 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 值得关注的呢 是的 其实呢 我们觉得整个的 所有银行呢 还是中国经济 以及金融的压藏值 在过去一两年呢 我们看到在经济 比较有挑战的时期呢 他们确实起到了压藏值的作用 还有这个提供了逆周期的各种金融支持 比如像去年 其实经济有明显的放缓 但是如果在其他的市场呢 我们也会看到近代呢 同时放缓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那么在去年的各个大行 尤其是国有大行 还是逆势 把这个整个的贷款和资产增速呢 都有一个提高 有力的支持的经济的平稳增长 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 他们其实一直在做这种 难而正确的事吧 也就是支持实体经济 产业链 以及这种制造业 这种呢 我们看到国际上 包括国内的资本市场呢 这个对这些比较难支持的产业呢 这两年其实支持力度有所下降 也有些国家也出现了产业空间化的状况 那么在现在对这个实体经济 尤其是产业链 被挣脱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呢 大行也是非常适时的 提供了逆周期的很多制造业的贷款 利息也比较低廉 但是呢 我们也要关注到 就是我们也希望看到这个银行 对实体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支持 就是说在贷款的定价上 也考虑中长期的风险的消化 使这种对这个产业的支持呢 有一个持续的 长期的一个稳定的支持的力度 而不是有波动的 或者一会儿快 一会儿慢的一个支持力度 可持续的支持力度 好的 许然谢谢您为我们在现场所做的分析 那么接下来关注一下 香港的股市会市表现方面呢 今天港股人民币A股都是上涨的 人民币的中金价在星期五 已经上调169个基点报 6.8717 在收盘的时候上升68个基点报 6.8713 在离岸今天曾经高见6.84的水平 而美元汇价跌到了102.1附近 A股表现 今天护身全线飘红 上证中指声11点 深城指声74点 穿搬指示声0.69% ChatGPT概念股大涨 文化媒体交易板块涨幅居前 两市成交维持在9500亿元左右 北向资金净买入16亿元 港股今天进一步上扬 横止收盘上升90点 报20,400点 盘中曾经最多攀升412点 科技股指数升0.78% 昨晚成交1405亿港元 整个星期横止上涨2.43% 3月份涨3.1% 一季度累计涨3.12% 那么在这两天 最重要的消息就是 科技股推动上升 阿里今天的涨幅 有3%以上 京东的股价涨5.4% 阿里的股票已经回到了104 最高超过了103 红低股又回来了 因为市场传闻 阿里可能在年底之前 有可能会分拆菜鸟 到香港来上市 都是传闻 但是关于科技股的好消息 最近是在出来的 那么最近我们看到 有传闻说 有大量的资金涌到香港来 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 我们如果说 从汇丰控股行政总裁 齐耀宁的桃花看起来 是有资金流进来的 这个是因为 在汇丰之前收购了 英国的SVB分行 所以导致这些钱 到了英国 美国和香港的 汇丰户口 齐耀宁在3月中宣布 收购美国陷入倒闭的 硅谷银行的英国分行 遭到市场的批评 而行政总裁 齐耀宁就反驳收 收购是有助于 汇控长远拓展 新经济客户板块的 最近有数以十亿美元计的 企业存款 就从美国的硅谷银行 流到了汇丰 美国 英国和香港的户口 他也谈到了 英国SVB拥有3000 最创新的企业客户 所以你看 有这么多的创新企业客户 进到他们的客户当中 然后汇丰又用一英镑 得到了一盘 14亿英镑的生意 说不论你怎么看 这都是一个好的资本投资 汇丰在最近 有百多位高层到香港来 齐耀宁就说 这些分别是来自 集团内部不同功能 像是人力资源 还有风险管理的高层 以及美国 墨西哥 阿根廷跟中东等地区的主管 希望这些高层 亲自到香港来 感受香港的活力 能够为香港引入更多的生意 在5月份 汇丰会有股东大会 但是之前有股东说 应该把汇丰分拆出来 让赚钱的企业 能够让股东 有更多的分派股息 但是目前为止 汇丰是表示 主要股东不支持分拆的 感谢收看金石财经 祝各位周末愉快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